当地时间5月31日 美国俄克拉河马州塔尔萨 一位妇女走过一幅描绘塔尔萨种族大屠杀100周年的壁画 塔尔萨是俄克拉河马州第二大城市 20世纪初因附近发现石油致富 市内的格林伍德社区经过黑人企业家十几年苦心经营 发展为当时全美最繁荣的黑人经济和文化中心之一 绰号黑色华尔街 100年前的5月31日和6月1日 白人暴徒袭击并纵火焚烧格林伍德黑人社区 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约300名黑人遇害 社区约1万名黑人居民无家可归 事后没有暴徒被起诉 遇害者亲属和幸存者也没有得到赔偿 当时美国种族隔离制度盛行 加上联邦法律和政策在建筑标准 住房贷款道路规划等方面的种族歧视 多数黑人家庭无法重建家园 黑色华尔街从此消失 当地时间6月1号 新西兰南岛坎特伯雷地区连日暴雨 酿成大范围洪灾 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乘直升机查看 新西兰南岛中部坎特伯雷地区 发生百年一遇的严重洪灾 数百人紧急撤离家园 当地时间6月1号 韩国法院对恩号房主犯赵博士 本名赵竹斌进行二审宣判 判处其42年有期徒刑 赵竹斌现年25岁 毕业于韩国一所工业大学的信息通信系 自称赵博士 2019年5月到2020年2月 他涉嫌胁迫数十名女性拍摄变态不雅视频 并在加密软件上设立聊天室进行有偿分享 赚取数十亿韩元收入 此外 他还以传播不雅视频作为要挟 指使共犯性侵未成年少女 总计面临14项指控 2020年11月 韩国一审法院认定 对赵竹斌的指控全都成立 当地时间6月1号 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 安全人员在炸弹袭击现场调查 阿富汗官员1号表示 一辆公交车 当天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遭炸弹袭击 造成6人死亡 7人受伤 当地时间5月25日 南非比利托利亚 当地民众在接种新冠疫苗 根据英国媒体报道 全球新冠疫苗分配严重不均 目前已经接种的13亿剂新冠疫苗中 只有1%是在非洲接种的 最近几周 这一比率还在一直下降 当地时间6月1号 印度塞孔德拉巴德 民众接种新冠疫苗 据印度卫生部6月1号公布的最新数据 过去24小时内 印度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12万7510例 累计确诊达2817万5044例 新增死亡病例2795例 累计死亡33万1895例 这是54天以来 印度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最低数 当地时间5月31号 日本神户老人接种新冠疫苗 据日本广播协会消息 日本神户市政府当地时间6月1号宣布 该市确认检测到日本境内未曾发现过的新冠病毒新变异毒株 是由此前在英国发现的变异毒株变异而来 证明男性及其家人最近都没有出国史 估计病毒应该是在男性体内发生了变异 当地时间6月1日 马来西亚吉隆坡实施全国全面封锁后空荡的街道 鉴于马来西亚国内新冠疫情形势严峻 马来西亚政府决定从6月1号至14号 在全国范围内实施首阶段全面封锁 除必要服务部门外暂停经济和社会活动 当地时间6月1号 日本大阪环球影城重新开放 游客前往园区游玩 自今年4月20号 大阪宣布出现紧急事态再次关闭后 环球影城一直处于停业状态 当地时间5月31号 英鲁撒冷地区 以色列国家图书馆的博士 修复并首次展示了 捷克德语小说家弗朗茨卡夫卡 用西伯来文和德语所写的原稿 欢迎访问欧视TVYouTube频道 您可以在YouTube上搜索 Manda Han Dele 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 了解中法资讯 敬请关注欧视TV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